被李沁当众撩到脸红 有点设恐的王一博当时有多尴尬 李沁应节目组要求 要现场表演一段戏剧 配合表演的王一博紧张到一动不动 不仅对上李沁的眼神会脸红 当李沁一个水秀甩过来的时候 王一博竟害羞到整个人都手足无措 杨幂应该是把黄晓明当成好朋友了 所以才会这样肆无忌惮 谁知扯开黄晓明衣服的时候 黄晓明惊讶过后 直接黑了脸 杨幂从头发撕到脚后跟 都写满了尴尬和不自在 和自己老婆在一起时 明明是笑颜如花的 而当辛直雷想换个角度拍照时 张若云却直接一个眼神甩过去 唯恐被辛直雷占了便宜 这警惕的举动 却也大可不必怕 曾顺希和居静一一起接受采访 不知主持人问了什么 居静一的脸色立马变了 在曾顺希伸出首饰的时候 眉毛紧紧皱在一起 整张脸都写满了疑惑和嫌弃 热巴上台时 罗云西伸胳膊想让热巴扶一下 奈何热巴看了一眼 啥举动都没有 下台时热巴不小心办了一下 罗云西赶紧倒痛出手去扶 可是热巴根本没给机会 而陆寒更是离那扎远远的 不禁上台时跑步前进 就连合照都透着尴尬 看见那扎的首饰跟自己一样 陆寒直接在线紧急切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